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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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盛天涯 离别过 葡道归来 绫络花如续 花笛相看 无意欲 欲闯春雨天寂寞 害怕相思等下宿 一流星幻旧恨前去 虽是人间留不住 主天随心幻四树 害怕相思等下宿 一流星幻旧恨前去 虽是人间留不住 若言此今话此数 虽是人间留不住 若言此今话此数 显婿啊 我是话实说 我去驱水流伤 去了好多次 花了大价钱 他都不愿意 他说不仅要看钱财 还要看人财 你说 弃人不弃人 弃人 老爷 有人弃着我了 你猜谁 岳父 岳母 小婿先告辞了 我也告辞了 岳父 好好聊 鱼 挺好 你 挺好 夫人 挺好 老爷 挺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我告辞了 你家晓晓睡了吗 没点事 快进 走啊 走 走 走 我要不看你是女的我 快进 快进 你 呆着吧你 别想出来了 小姐 老爷都跟我说了 你官家对李游可上心了 巴结得很 小姐 你还笑 你说你不能跟李游同房 到时候要是官家小姐怀了孩子 那李游不都成官家的了吗 瞧我这嘴 小姐 你也别太放在心上 你想 那李游什么人 银贼 这会儿不定怎么折腾官家小姐呢 好了好了 咱们也不用操心别人了 小姐 你先休息吧 小姐 顾约在侧近 门已经锁好了 嗯 小姐 你在学习周公之礼 可姑爷她好像不愿意同房 不愿意就算了 留在这儿 一边能给爹娘个交代 一边能学点东西 也挺好 找个机会 我打晕她 小姐 你就有机会了 别瞎说 去睡吧 无耻 下流 下流 奇怪 不知 你开伤会怎么不看着点儿 下流 不知 你开窗户怎么不看着点 小偷 我哪是 还说你不是小偷 你给我 我凭什么给你啊 你个小偷你还理直气壮的你 就凭我在你寡妇就 你寡妇就 是谁 打算奔不逃 女侠 是你啊 不是我是谁 这样总能给我了吧 可以 你一个女侠 你干吗看这种书啊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人呢 也没偷什么东西啊 丢了 丢了一本书 书 贼来偷书 什么书 就是我之前看的那本 阴阳和何可 谁偷那个呀 咱家这么有钱 他不去窗户偷钱 给我 你给我 小点上你心子是小偷 谢柳 帮我拿衣服 是 小姐 你有什么家 你可他 他有什么家 伤侦 你 是小姐 我是女侠 您要我躲窗底下 那 您走开 这女侠多么飞的呀 你说你们官家也推抠门了吧 让我住这么小的地方 哪够我睡的呀 也不换大一点 别装了 把树拿出来吧 这倒是你偷的 行 我偷的又能怎么样 你偷 怎么能偷这种啊 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嘛 无心睡眠 看这种书 你就睡得着了 虚水流伤 没玩够 秀秀 我真的没玩 我去虚水流伤都是吟师作赋 你不信啊 也对 要是玩够了的话 就也用不着偷书了 我 不过 你干吗偷呀 直接找我借不就好了吗 找你借 要不就是天天借不着你人 要不你天天给我关屋里头 我上哪儿找你借去 不过呢 这古人云 书非借不能独也 古人又云 这借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油嘴滑舌 这书 你拿着吧 小姐 你就这么放过她了 去帮我拿个杯子来 杯子 女侠 女侠 你可以跳下来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你是女侠 有时候我就可以 不用客气 你怎么睡这屋啊 怎么不和你们家娘子同房 我是堂堂男子的男大丈夫 岂能甘心当个坠血 一日不娶气 就一日不能同房 还挺有稚气 那刘冠两家小姐 都能容着你 那刘冠两家小姐 我是堂冠两家小姐 我给你说吧 我给你说吧 这个关小姐吧 我给你 保读诗书 又擅长经营之道 她算得一手的好账 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 这种小事 她不会和我计较的 这评价 倒也可以 不过至于这个刘家小姐呢 外界啊 都传她脾气暴女 然后一向不跟男人说话 但是 直到我见到刘家之后才发现 她呢 是个温文尔雅的好女子 她不说话 那是有特殊原因的 口不能言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你千万别说 是我跟你说的 算你有眼光 你先把书给我 赶紧赶紧 赶紧走 赶紧走 女侠 你可以走了 оп 不准出来 细柳 刚才是你啊 在门你不想出来 你休想再出来 你这是干吗呢 白着吧你 吃 是 二郎啊 你还这么悠闲哪 咋了 你捕头的职位都被撤了 我这昨天不是都跟之前大人 解释过了吗 吴殿市那边 一口咬定了没让你出城办事 自己小心点啊 你还没想起来 李佑 职坚大人找你 进去干吗 还不快去 我也总得换件衣服吧 快快快 这个吴殿市我没得罪过他啊 搞什么鬼呢 参见先祖大人 这刚升任捕头 就被人陷害 遭遇隔职 是不是很难过啊 那倒也没有 你现在是闻名远播了 再当衙役也不合适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刑房的书吏吧 书吏 那我就是吏员了 现在只是临时吏员 等过些时日 我向吏部伸奏一下 到时候 再把临时二子去掉 多谢县曾大人 小人绝对不会让县曾大人失望的 恭喜李树立 恭喜李树立啊 恭喜李树立 这么年轻就当书吏了 年轻有为啊 年轻有为啊 这是准备接替五点室的位置啊 真棒 我们这些你爹的老兄弟 以后可要多靠你照顾了 想接替我的位置 李树还嫩了点 李树就算是从牙翼变成了书吏 你也是在我手底下干活 走走走 你不知道官场规矩 第一时间在我这里报到吗 刚从县尊大人那里出来 衣服也才换上 话都没说上两句 这不您就过来了 正好呢 我也想问您一下 昨天明明是您安排我出城办事的 怎么这回头就反口咬定 没有安排 分明是你奸华偷懒 点冒不到 我什么时候安排你出城办事了 果然是官字两个口啊 那你红口白牙怎么说都行 但是小心瞎话说多了 大风闪了自己的舌头 李悠 我可是你的直接上官 你如此轻贱上官 不想在这儿卸牙混了吗 点雪大人 小人还有事待办 明天再来伺候大人 年轻人不要得志便猖狂 得志不猖狂 那还是年轻人嘛 这盘什么话 这个叫万年轻 恩公 原来是李慈盛 小姐 颜娘子 多谢李大人 那天救了我 还在宫堂上立正了我的清白 谢谢李大人救了我家小姐 否则越然会内疚死的 无妨 这些呢其实都是我分内的事 你们这是干吗去 刚从义堂里出来 颜娘子生病了 大夫说 我身体并无大碍 那就好 那颜娘子 在颜家没什么事吧 那颜秀才对你好吗 颜娘子 以后但凡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派人到衙门通知我一声就行 谢谢李大人 那我有事先走了 走吧 来 来 来 二郎 来 断一个给店 你看看啊 多好啊 二郎 以前啊 我跟你说啊 爹呀 对这身衣服啊 怎么看都没感觉 你看看 娘子 咱家二郎一穿上这身衣服 我跟你说啊 我越看越深远 越看越深远了 那是啊 当书吏呀 比当普快 那可有前途多了 娘子说得对 来 站站 我要两个补铜啊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你闭嘴吧你 你这一甜甜的啊 小姐 小姐 来来来 哥 少说两句 真是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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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高兴啊 也不知道随谁 随你 我这儿还没动筷子呢 没规矩 走啊 爹 二郎啊 爹 一定要提醒你 以后千万要小心这个污点石 怎么了 爹 这个污点石啊 身为你的上官 它要是想栽赃陷害你 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你放心吧 爹 孩儿我呢 也不是那砧板上的肉 只要这以后啊 这个污点石不会犯什么过错 不然的话 我绝对让他跟那个赵捕头 一块儿作伴去 行了 爹 赶紧回去吧 怎么了这是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行了 快回去吧 我先可能有这样子 我先谢谢你 我再过时 我先你 你先喝水 哎 这边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实在没想到啊 我家二郎 这么快就当上了树立 要只这样 我何必让他入他家 当别人的追续啊 老爹 你就别难过了 好歹二郎这次回门了 还能吃顿饭带走 比上次强啊 行了你 闭嘴吧你 吃个饭也赌不上你这张破嘴 你看看你弟弟 多么精明强干啊 你再看看你 笨得如猪 这我就不知道了 狗拜问题都在你的身上 你没把我给造好 我还没埋怨您呢 为何给我这蠢老子 你随谁啊你啊 你不蠢笨如猪你 再蠢也是你生命啊 你看咱家二郎 抬头看 看得清 这个娘们儿是打动了我的情 他牛了牛了你 他捏了捏的牛 这个二郎是等了情 对对对对 娘 我还没吃完呢 少吃点又饿不死 娘 我 我这还没吃饱呢 娘 娘 你回一回 是不是小时候 你也摔过我一次啊 我生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给我算过命 算命先生有没有说过 我将来也有出息 你娘我呀 可没摔过你啊 你这脑子天生就这样 那算命先生也不傻 那算命先生也不傻 这个法子也太别扭了吧 梅芝 你今天晚上吃豹主了 嫌别扭 你别听了 对不起 相公 梅芝好像真的吃了豹主 小锦 好了 我知道了 那你晚上早点休息啊 欣悦 我后天下牙 你有什么想吃的 我带回来给你尝尝 梅花糕 少放糖 多放葡萄糕 没问题 那 梅芝姑娘 你想吃些什么呀 我 我喜欢吃甜的 越甜越好 甜的 越甜越好 那我得好好想想 这须江县里 哪里有加糖的爆竹 你 梅芝 你以后说话 对相公放缩 这话是小姐说的 可不是我说的 我当然知道 这是你家小姐说的 但凡你小的时候 少吃一些爆竹 也不至于说不出 这么温柔的话语啊 小姐 她欺负我 人家都说上门坠婿 要比自己妻子低头的 这话我就不乐意听了 这坠婿也是婿 那我来你们刘家 是来当婿的 又不是来当下人的 还有啊 这夫妻中间 要想和睦相处呢 就得平等相待 不分谁高谁低 是不是 相公说得对 那就叫上三生来听听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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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眼 行了 我去睡觉去了 去 Burger 咬 得装 干吗去啊 颜娘子没了 今天已经出病了 这不可能啊 我昨天还在街上 遇见颜娘子了呢 听说是得了暴病而亡的 颜家人怕她得了 传染性恶疾 今天就出病了 这不该你带人去看看吗 走了 这怎么可能啊 这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说没就没了 李佑 方叔 找我有什么事 今年的税银 又有不少人家脱陷着 到现在还没有收齐 那就只能追加人手 下乡追脚了 这支护巷的账 由你负责 带两个人手过去 可是我没负责过税收的事啊 凡事总有第一遭 来 去吧 小人领命 好好坐 可以 我们rin 您做计划 多 effectively 看 什么 感恩 您伙 fini 真弄 到晚这遍地都得伺候完 一天不停歇 否则 这苗子就得旱死 不是水浇地 这浇水就是麻烦啊 这须江县里啊 有上好的水浇地 那都是严加的 我小老儿 能守住这一亩三分地 已经不容易了 浇完了黄粮国税 一家老小短缺不了迟迟 还是可怜那些 浇了地的没了地的知户们 那才叫一个惨哪 你看看 现在马上傻午了 有几家生火做饭的 这苏州府的赋税实在太重了 后上 这黄粮国税 从古至今都得缴 不管谁当皇帝 都已压 等将来 我们的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靠商税就足以维持国家运转 农民种田将不再交税 反而还会有补贴 那得什么时候啊 大概几百年以后吧 我说呀 你就莫拿这老人家寻开心了 几百年以后 这不说这老人家等不到 咱们呀 也早就嫁鹤西去了 我说啊 真有这么一天 您放心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们俩笑什么呀 这天底下的人 要想不饿肚皮 就得有人耕填种地 要是真有这么一天 我们的子孙后代 就享福了 我前世国家 真是免除了农业税 乃千古德政 可惜呀 太多人忽视了 那帮收税的臭官怎么又来了 怎么又来了 昨天不是才来的 怎么今天又来了 是不是 管好自家的事 这是有什么事儿吧 谁知道 就是这家 你们两个去吧 这税 早搅完搅都得搅 折腾来折腾去 早搅完搅也是搅 收税 收税 坐牢来了 搅脚也是脚 弯脚也是脚 太大佬都跑了三趟 收税 收税 你们家的宽限三天了 这次必须得交 公差大哥 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 我已经借不到钱了 高厘大也没人愿意借 借不到钱 宽限有个屁用啊 拿银子 公差大哥 行行好 再过我两天 两天的时间 已经有人看上我家女儿了 只要再过两天的时间就可以 少废话 今天就得找 再不掉信不信 就把你家里砸了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我大哥不是战死茶场 外国进去的英雄 英雄 搅不起睡 英雄又怎么样 倒是你这丫头 黑是黑了点 不过长得还是挺俊强的 要不回去跟我当丫鬟 请遵征 这个够了 这一年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连英雄那遗属都不能善待的话 还贪什么生生取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小荒野落谁人间 色色西风凉谁人念 梦归何处残红深浅 金色圆花年 本以为情丝间上月 故愿无此生醉无言 欲数风中难念 曾将春心托得绝 真生若知如初见 何时秋风被划伤 当前边却不忍心 却都不忍心一别 你生欲罢情笑吧 你与灵灵装不远 何如过心情一朗 你与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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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